好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个重点词汇 是哪个词呢 就是证据 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Evidence 注意啊 字母V出现了 一般会出现个上牙 轻触下唇发V V 这么一个动作 再来一遍 Evidence Evidence 这个词表示证据 首先一定记住 它表示证据的时候 这个词是一个不可以数的名词 咱们不能说two evidences 两个证据是不行的 我非要说一条证据 那只好加量词 a piece of evidence 注意这个词 incountable 数不了 这个词不能数 那么证据本身呢 这个比较简单 记住不可数就行了 它有一些同根的重要一些词汇 比如说它的同根形容是 清楚的 明显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那read on me evident evident 清楚的 清晰的 明显的 这个也好理解 为什么呢 只有清楚明显的东西 我们才能把它当作证据 一个莫须有的东西是不能当证据的 所以证据跟它同根 这非常好理解了 还有一个跟它特别像的一个五星级的重点搭配 在写作中 口语中都可以用 叫做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read on me self evident self evident 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不言自明的 就不需要证明了 自己可以证明自己 这个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 有一次还谈到了这个self evident 就是在美国独立先言中 说这个东西 他说自己可以证明自己 自证的 不言自明的 这个意思 咱们看一下精彩的例子 下面这句话是著名的大著家舒奔奥尔 就是舒奔华说的一句名言 咱们看他怎么说 里面用到这个词了 他说 所有的真理都一定会经历三个阶段 state是阶段 第一个的阶段 这个真理受到了嘲弄 被嘲弄 被嘲讽 很多人说 什么真理 小孩瞎儿八道 错的 大家在嘲笑 我们把嘲笑嘲弄这个读一下 按住这个字母帝 搭上来变 ridicule 好 嘲弄嘲讽 受到嘲讽 第二个阶段 it is violent opposed 第二个阶段 这个真理受到了激烈的反对 oppose oppose 去到字母帝 动词原型是反对的意思 那第二个阶段 很多老头子 保守派 哟 坏了 这人说的背不住是真的 他那样是真的 我的老的规则都得推翻了 那不行 拼命反对 不行 我们一定反对他 这是假的 第三个阶段 third it is accepted as being self-evident 第三个阶段 他被广泛接触为是不言自明的 那些反对他的老家伙说 那个小年前你见过什么 这当然是这样了 这还用问吗 这是真理 这都不明白 真啥 他忘记他当年曾经激烈的反对了 所以如果我们的看法遭受别人的歧视和嘲笑 我们知道 这很有可能我们说的是真理 因为真理就必须经历这三个阶段 所以你看在这不言自明的 不需要证明的叫self-evident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在独立宣言中 这个灵魂的句子 最重要的句子 这个独立宣言叫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by Thomas Jefferson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宣布宣言这个词 动词叫declare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但名词读成 我们跟老师大说一遍 Declaration 再来一遍 Declaration 叫宣言或者宣布 好 下面咱们就听一听 由曾经扮演过 这个Thomas Jefferson的美国演员 Bill Barker 朗诵这句话的一个片段 咱们看他是怎么说的 好 开始 咱们看他怎么说 他说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 大家注意这个词叫后悟 后悟的这个词 在阅读真题中出现 我们高度怀疑 看他是不是认为 或者觉得这个意思 在书面中 他一般不翻译成什么 抓住啊 或者举行啊 一般多翻译成 think 或者feel 我们认为 我们觉得在这里 正是这个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 非常文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怎么样呢 是self evident 是不言自明的 这不需要证明了 它可以自证 什么真理呢 一个that从句 两个that从句 三个that从句 这三个that从句 都是做前面这个真理 truth 它的一个同位从句 咱们后面 在课文中会讲解 同位从句 第一个真理是 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 第二个真理是 他们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 不能剥夺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 这个indale叫赋予 天生就被具备了 赋予了 creator 造物主 就是指咱们耶稣基督了 上帝 这里表示尊重 c大写 表示尊重 那么 unalienable 表示不可剥夺的 这也好奇 为什么呢 alien这个词 可以表示陌生的 外星的 外国的 不能够被变得陌生的 不是不可剥夺的吗 然后第三个真理 就是在这些权利之中 最重要的是三个权利 就是生命权 自由权 还有对幸福的追求 好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看刚才的知识 能不能完全把它听得清清楚楚 好 咱们再听一遍 好 开始吧 这是我们看到 self-evident这个重点词汇 那么我们再回到 这中心词证据 回到这个证据 这个词来 我们知道这个证据 一般多发生在法庭之上 先我们看看 法庭的一些相关用词 比如说法庭这个词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这名词 court 再来一遍 court 好 法庭用它 如果打官司 直接可以用go to court go to court 就要去打官司 注意 在这里不加贯词 如果说go to the court 那就可能到法庭 办事情 不知道干嘛了 可能找人去 正如去看病 叫go to hospital 而不能说go to the hospital 是同一个道理 表示功能的时候 一般是不加购的 还有呢 你像settle something out of court 也是固定搭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咱们常说私聊 我们两个人在法庭之外 来和解这个事 解决这个事 就不用见官府了 叫私聊 法庭人常常会打官司 我们说控告某人 因为某事控告他 我们可以中心动词读一下 Accuse 注意搭配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或者of doing something 因为某事或做某事 而控告某人 比方说 I accuse him of stealing my sheep 我控告他偷了我家的羊 你别跑了 我告诉你 偷了我的羊 你还我两个 控告他偷了我家的羊 当然大家注意 Accuse这个词是多一词 除了表示控告之外 也可以表示指责 气氛的指责 在这里面也可能是我指责他偷了我家的羊 这都有可能 没有上下文 两个意思都对 当然表示指控是可以的 跟他特别像的一个搭配 就是charge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或with doing something 这个词本来可以表示 指责指控 但派生意也是控告 跟accus两个意思完全一样 但注意介词 后面变成with 我们在大声度下 charge 我们还说这句话 我指控他偷了我的羊 怎么说呢 I charge him with stealing my sheep 我指控他 或者是指责他 偷了我家的绵羊 可以这么说 那么下文我们再多看看 相关的一个一群里的 经常出现的词汇 我们借这个图片来看一看 这是个法庭的这么一个场景 里面有一些事物 咱们可以看一看 比如第一个 就是证据 像这个人的指纹 就属于不可署名词 我们再多遍 evidence 同时在法庭上必须有一个法官 坐在这个大台最后边的这个是法官 我们读一下 judge 这是法庭上的法官 灵魂人物 还有呢 究竟这个人有罪没有罪 有陪审团在旁边 是断定这个人有罪还有没有罪 我们读一下这个词 jury 咱们后面就会看到这个名词了 还有呢 我们这个目击者证人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witness 注意这个t 是失去爆破 不要读witness 但是不读也不行 也不能读witness wit 这个舌尖顶到上牙膛 牙根往后滑一点 这个地方wit 憋住气 没有爆破出来 就是爆破音 什么叫爆破音呢 其实爆破音就一共有六个 水唇两个 舌尖两个 舌根两个 有一个声带振动 一个声带不振动 那么水唇两个分别是p 很b 这两个 舌尖两个呢 t d 这两个 舌根两个呢 k g 这六个是爆破音 什么叫爆破音呢 憋住气突然间喷出来的 只不过在中文中也有爆破音 中文中的声带都振动 就是 波 波 特 得 磕 歌 在英语中一个振动 一个不振动 怎么就爆喷出来了 中国人讲话也会爆破音呢 两个人站在马路上这个说 老王 老王你倒是胖了 你就 泼 喷出来了 也是爆破音 但是爆破音后面出现其他的辅音的话 这爆破音就失去爆破了 只做动作 但把气憋住 你看这个t 后面出现 另外一个音 那前面这个t 就憋住气 就wit 憋住气停一下 再发witness 再发这个ness 我们再来一遍 witness witness 好 这是目击者 还有呢 这个正言或正词 你看旁边这个记事员 把他打出来了 用这个词 常见词了 我们大声都讲 testimony 再来一遍 testimony 就在正言或者正词 好 这是我们这个重点的词汇 就是evidence 它一些同根的形容词 还有它同一个异群之中 常用的动词和名词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 牢牢掌握住 记住 单词要记住 不是知道就行了 你知道记不住的话 这单词是死的 这个单词希望大家好好复习 好 我们就看到这